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早上這個課程是國家預算編審的理論跟實務 我這幾天從禮拜一到昨天下午都在我媽媽的病房 所以就沒有回家沒有回家就沒有拿到我的講義 之前有人拿到講義的話有方便的話請他影印給大家參考 但事實上我講義很簡單只有一個page 一頁A4的很簡單 所以為了上課我就剛剛用五分鐘時間 大概把泰瑞今天要講的重點就寫了幾個次序 大概六個次序這樣子 基本上 我們講到預算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要懂預算 就是不是說因為你來參加這個行政班 或者參與班你要懂預算 而說你就是不來上課你在家裡要懂預算的原理 怎麼說呢 你要把生活改善 你任何一個投資案 或者你任何一個對於財產的買賣案 都要做一個良好的判斷 這個划算不划算 比如說買一棟房子 要不要買划算不划算 你要做很大的衡量 做很多衡量 首先你要考慮到說 你要有住的地方 如果你沒有房子的話 你去租一個房子 但是當房東需要用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會說請你什麼時候搬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使用 這個時候你就要搬家 好 如果你都沒有房子 你經常在搬家 人家說滾動的石頭不生胎 經常在搬家 你的生活就不會安定 不會安定的話 當然全家就跟著這樣奔忙 好 想來想去 還是要有一個房子比較好 特別是怎麼樣 特別是在我們目前這樣 中華民國這個租稅體制底下 土地增值稅非常的高 地價稅非常的低 低到幾乎不用負擔 所以房地產的價格一直往上升 特別是都市土地 沒有房子的話 好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說 有一次我去演講 我在成名獎堂演講 我說如果十年前 房地產很便宜的時候 你沒有買進 30坪的房子在台北 500萬就可以買到 你有300萬 你想說我等到賺到500萬 我再來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你300萬已經有300萬儲蓄了 你說還要再加200萬 你才要買房子的時候 你五年之內 我能夠儲蓄200萬 所以就500萬 我就買這個500萬房子 但是五年後呢 他已經漲到800萬或者1000萬 10年後今天他已經變成1200萬 甚至1500萬了 所以你永遠追之不及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你不敢去借錢 借那200萬來買那500萬的房子 結果你一直在追追追 一直想要多賺一點錢 努力以赴 全家都在努力賺錢 但是呢 當你賺到那200萬的時候 房子已經賺到 賺到 房價已經從500萬 賺到800萬 你又欠少300萬 又再努力300萬的時候 又再賺到300萬的時候 他已經賺到1200萬了 因為800萬現在變成1200萬 還要千400萬 再努力賺400萬 他變1600 甚至2000萬了 現在更不得了啦 4000萬了 所以你永遠變成五口蝸牛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的稅制有問題啊 土地震的稅非常的貴 非常的高 地下稅非常的低 就產生一個鎖定效果 什麼叫鎖定效果 因為土地震的稅很貴嘛 所以有房子的 有土地的人 他就不願意出賣啊 捨不得賣啊 我房子只租不送 所以供給就減少啦 經濟學的原理很簡單 供給減少以後呢 一旁邊你供給減少 一旁邊都市化 還有投機 還有房地產的投機 讓他的需求增加 一波又一波 這是房子 這是房價 本來供給跟需求很明顯 這是需求很明顯 房子的供給 房子的需求 價格就是五百萬 賭定現在五百萬 暫時是五百萬 但是因為 大家預期怎麼樣 還會漲 需求就增加了 既然大家預期會漲的時候 我要買賣 不賣 供給就減少了 價格就漲到這個地方來 一層一層的往上漲 這是稅制使然 非常不合理的稅制 然後只有台灣人有土地 所以用很高的土地資金稅 只要你轉兩次 你這塊土地就全部賣光了 就轉到流亡難民的手中去了 這一套稅的機制 讓台灣人從有錢人 從有土地的人 變成沒有土地沒有錢的人 是不是這樣 我呼籲要做個反向的改革 逆向改革 呼籲了三十幾年 不好 無效 因為他們很清楚啊 這是剝削 所有 你這些 不了解或者 沒有能力去貸款的人 剝削勞工 一世人一生一世 就是為這個房子在努力以赴做工作 剝削 這個 這個 特別是我們說 中下階層的或者是年輕人的 一套很嚴格很嚴肅的一個 一個機制 但是他用什麼來 麻醉人心呢 他用帳架歸功來麻醉人心 我們如果看到地主或者是賣房子的人 他拿了錢去繳土地正式稅的話 如果我們都以為說 土地正式稅是地主或者是賣房子的人在繳的話 那你就完全錯了 因為 如果你是地主或者你是賣房子的人 你發現你這個房子賣掉一千萬的時候 要繳兩百萬的稅的時候 你想我一定要拿到一千萬 你開價一定要高於一千兩百萬 你一定要開高價 開到一千三百萬 讓人殺到一千兩百萬 讓買方去負擔這個土地正式稅 你才要賣 因為你的隔壁 剛剛才賣一千萬 我為什麼要拿八百萬呢 你了解嗎 好了 隔壁剛剛才賣一千萬 我當然要賣一千萬 要實際拿到一千萬 才跟他一樣拿到一千萬 我去查一下 土地正式兩百萬 我一定開價一千三百萬 好我剛剛賣掉一千兩百萬的時候 我真正拿到一千萬了 我的隔壁一樣 都是規格一樣的 面臨三十米的道路 面對面就是公園 都是三十坪 他賣他實拿一千萬 我也實拿一千萬 等到明年這個人要去賣房子的時候 他也想說隔壁都拿一千萬 我當然要拿回一千萬 但是他去查一下 土地正式是多少 三百萬了 因為他調高了 調到什麼 調高公告限制的 所以我就要講三百萬的稅 這時候他要開價多少 他會開一千三嗎 不對 開一千五 會開一千五 開一千五的時候 人家殺到一千四 他多賺一百萬 他如果賣掉一千三 剛好是實拿一千萬回來 是這樣一直跌上去的 好啦 他真的是賣一千三 到了 下半年的時候 這個人要賣還是隔壁的啊 他十拿一千萬 大家都十拿一千萬 我也要拿一千萬的時候 他當時要賣的時候 他去再去問一下 因為在五月 在六月一號到六月一號 這個天啊 就調整公告地價了 公告限制了 又調高了公告限制 然後呢 他去問一下 我的這個土地存在是多少 四百萬了耶 他開多少 開一千六或者一千五 是這樣一直跌上去的啊 所以啊 都市房地產的漲價 就是這樣的原因 但是找幾個人 能夠充分的理解呢 就是經濟學教授搞不清楚 就是地震系的 他也搞不清楚 明明是漲價歸功啊 明明是賣方去繳稅的 怎麼會是買方去付錢呢 因為你付 你用一千三百萬去買這個 買這個房子啊 賣方當然拿三百萬去繳 繳這個 繳這個 這個土地存在稅的啊 那本來你是一千萬就可以買到房子 為什麼你用一千三百萬去買 因為你要負擔這三百萬的土地存在稅 地主絕對不會自己去負擔 他能夠轉交就轉交 除非什麼樣 除非是買方市場呢 你有很強勁的殺價的能力 而且大家看跌 看跌 景氣非常不好 這個時候才有可能 但這時候有什麼可能呢 好 你本來是十年前買一千萬的 現在價格跌到五百萬啊 土地存在稅的稅金有沒有減少 沒有耶 還要是兩還是兩百萬 哇我十年前買這一千萬 現在價格跌到五百萬 我去賣房子的時候 還要繳我只有賣五百萬 還繳兩百萬稅 你變成收回收多少回收三百萬啊 當買方市場的時候 你賣房子就大虧 你除了虧錢 在賣房子裡面 價格 買一千萬 賣五百萬已經虧五百 還要去負擔兩百萬的稅 這個稅合理嗎 是非常的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所以我罵了三十幾年 告不以非家 沒有人理財 好 我們現在言歸正傳 在這種制度底下 都市房地產是只賬不跌 如果跌的時候 只不過是回頭一下 回頭一下蹲下來一下 下一次跳上去又是賬一倍 知道這樣的機制的人非常少 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1979年從美國回來 1981 1979年年底 我就買一個24坪的房子 到1981我結婚的時候 再買一個30坪的房子在台中 到1984 我已經有兩個房子了 負債五十萬 我們有蓋公交住宅在南港 我一定要買 我一定要買這個公交住宅 很大 32坪 10坪的 有四個房間 前庭後院大概15坪到20坪 但我已經付到20萬 50萬一個錢都沒有 我堅持一定要買 然後呢 大家都反對 你欠人50萬 你不建銷 要賺兩百萬去買房子 我堅持說會買不行 大家都來反對 大家都被我反駁 後來我老丈人說 打電話來說 既然你說 什麼時候要出國啊 我說八月底出國 既然說你要買房子是不是 是啊 沒有錢啊 沒有耶 他沒有錢怎麼買房子啊 他說你要回來跟我解釋喔 對啊 我就回去啦 回去的時候 他坐在沙發上 我都不敢坐下來 因為我進門他就罵了 年輕人 不要拔行 不要天地幾人 欠人50萬 還要借200萬買一間房子 是不僅的啊 你要幫他改稅 爸 這個我有打算啊 有什麼打算 你不是要出國去嗎 是啊 有沒有錢有獎金 好 那如果沒有錢怎麼辦 靠兩隻手 這樣還不行 你現在 負債物50萬呢 又要接200萬 然後呢 你要出國去 那如果有錢就讓 靠美 靠美是我太太 負擔這樣 我說爸 你不是每年每年都到東京大阪去 找你的朋友 嘻嘻舊媽 這家買房子怎麼有關係 我去東京大地 常常找我的朋友 去找朋友聊聊天啊 嘻嘻舊 這家買房子怎麼有關係 爸怎麼沒有關係呢 你不是 你到東京大阪去 沒有看到東京大阪 這個房地產 漲價漲十倍的 還在漲耶 我看報紙 阿薩西新聞啊 都寫上 我還在漲十倍的 漲十倍的 一平三百萬 變成一千三千萬 現在還在漲 可能看四千萬耶 這個怎麼沒有關係 說台北也不要十倍 五倍你就慘了啦 台北如果去五倍 一千萬我就買不去 我這兩百萬就買不去 這就一千萬我來吊鍋 他很聰明耶 所以聰明很重要啊 因為他苦中來 他年輕的時候很辛苦啊 十幾歲就沒有太太啦 就死掉了 生病死掉我家母娘啊 他一個人帶七個小孩上來 一包薪水養孩子 都要給他練大學啊 他很辛苦啊 他都小錢去買股票 錢多一點就去買房地產 他是這樣的人啊 吃吃苦苦的努力啊 有道理啊 小孩子啊 我都沒心到這裡 我都沒有想到這一點耶 好啦好啦 如果你有打算 我就沒有意見 他沒有意見我當然就借兩百萬 大大慌慌借兩百萬 我哪一個錢都不是我的啊 都是你們存款啊 用百萬的圖子 戴我們的圖子 人家把他們買了 搬出去最一個晚上 我就到美國去了 五天要回來多少 有人來跟我說 蔡仙蔡仙 那個房子要不要賣給我啊 台北來了 他們大概去調查過 那個社區我最窮 所以他 所以他就說 欸 欸 你有買賣嗎 我說要賣多少 一千兩百萬好嗎 我自己賣起來 唉唷 一千兩百萬 我自己就沒房子大了 總價我當時買是兩百萬啊 那你貸貸是貸款啊 對啊 對啊 哇 這都可以這樣子啊 不是不是那時候因為銀根很鬆嘛 銀根很鬆嘛 中小器人跟農民銀行來找我們中原就說 欸公務員可以無錫 可以那個信用貸款 互保 三個人互保一組嘛 三個人互保 比如說我保你保你對不對 啊你也保我保他 他也保他保我跟保你這樣子 啊三個人互保啊 就借六十萬就是我的當配啦 錢貸款三十六十萬就給他啦 然後再去土銀行搬多少 搬一百四不就兩百了嗎 啊 就解決了嘛 就輕輕鬆 就跑到美國去了 五年後回來就一千兩百萬啊 欸各位啊 賺錢不是困難啊 就是不要緊 你看出這個機制 這個稅機制在這個地方 還有整個總體經濟在改變嘛 我說東京漲十倍 台灣可能會也會漲十倍喔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所以要念經濟學啊 因為驗行理論 有沒有聽過驗行理論 請聽過驗行理論請記住 驗行理論就是70年代80年代 這個日本的經濟發展在前面 然後四角龍跟在後面的 然後這個驗行理論 那驗行理論就是說 它是出口帶動成長的一個 一個經濟體系嘛 出口增加就帶動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就代表每個人所得在增加 當你出口擴張 當你的這個經濟成長有盈餘的時候 由於我們是外匯管制的國家 在那個時候 一塊錢美金是四十塊 當我們出口如果是 淨盈餘就是那個 淨出口是正的 也就是說出超 我們出超一百億的美金的時候 就要中央銀行就發行多少 就發行四十乘一百億 要多少四千億的台幣 四千億的強力貨幣進到市場上來 當四千億的強力貨幣進到市場上來 加上它的乘數效果 假定是三倍的話 它產生的效果四千億乘三 就一兆兩千億在這個市場跑了 所以市場上有很多錢 所以從1985 86 87 連續好幾年我們出口的這個順差 都在一百億以上最多到 跟美國貿易就增加到一百六十億的順差 光美國就一百六十億順差 所以連續幾年 我們的M1幣的發行額 從85年開始兩個數字成長 1985喔 1985兩個數字成長已經十幾% 1986是二十幾個% 1987是五十一% 我那時候已經在美國了 我看到報紙 哇 五十% 超級通話就要來了 我趕快打電話給 我很節儉的捨不得打電話 我趕快打電話給大姐 大姐 我會把你揹起來 去把他買什麼 買南港股票 一塊四塊我比較沒有五塊 我揹起來二十萬 不能去把他揹錢 揹那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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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揹那麼久 沒關係 因為我用我家裡的土地去抵押了 那我揹起來去買四萬個 南港的股票 南港 南港股票從十幾二十塊一直跌跌跌 因為日本的資金撤退了 一直賣到股票一直跌跌到五塊左右 他說要買什麼額 買南港 啊 股票在跌耶 股票在八百多元 拉到七百多點耶 我說就是跌的時候就是要買 因為將來會漲到你看不到的地方 我說我就不要買股票耶 要怎麼買 我說我離開台灣的時候 有跟你打電話 有帶你去開大證券 有一個許老師 你去找師老師說要用我的賬戶 買四萬個的股票在那裡 說要怎麼買 我不要賣 說不用你賣 把它鎖起來 我在美國回來這裡處理 他不敢耶 我這次電話接起來 我這次電話打來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英國車 叫Lover的英國車 車號是9699 因為事故的關係請把它移動一下 然後我覺得這個電話 你都會一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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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會不會就變得兇 嚇壞了 沒人要插了 南港股票 那時候是四塊多不到五塊 我那後回來的時候多少 三百六十塊 三百六十塊 為什麼 因为货币供给额M1B从1985的成长率 十几%到1986的二十几%到1987的50% 一直在累积通货膨胀的压力 叫做Inflation Pressure 这样的一个力量一直很强劲的在发生 但是他们都看不出来当时股票800点 未来会看到8000点以上 我姐姐不敢做股票不愿意去学习 等到8000多点的时候他才进场 8000多点的时候进场赚到12000点 这个地方赚到了 他觉得自己钱不够 我回来买股票买得一噴噴 我说要收拾吧 现在很高 现在都不能买 但是他反而去荣卫贷款 去借钱出来买股票 等到12000多点的时候 跌下跌到12000多点的时候 到我家来哭哭哭哭 爸爸就是没有让我读书 我才会那么傻 我说不是 因为你不听专家的意见 专家在这里免费的 对了你讲的没错 因为通常都是他管我的 我是小老弟都被管的实实的 他说一我就是一 他说二就是二 现在我说你应该做这个 你应该做那个 他就听不下去了 各位在座很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 跟我姐年龄差不多 坐在那个时候都有共沽鬼 因为不知道总体经济的来龙去卖 所以房地产也没有买 股票去买 股票张张跌跌 你掌握不住到这个趋势 你这样的时候赚一点点 他以他的失望钱标汇起来赚 比如说他标一百万的汇 去赚一百万好了 等他跌下来的时候 他要去借一八十万来 他说我两百万不够 再去借一八十万来 两百八十万买这个 两百首都是股票 当跌下来的时候舍不得卖啊 因为什么 台湾的股市是吃人的市场啊 股市大户 分析师跟记者 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啊 在坑杀三户 跌下来就 变转了变转了 还会涨上去还会回头 分析师在电视上一直讲讲讲 还会回头 就叫你去买了 当你去买他就 撒货 就把那个股票倒出来 倒货出来给你买 一波比一波低 从一万两千百八百多点跌跌跌跌 跌到两千九百五十点 欲哭无泪 很多人亏了一塌糊涂 但是在八百点叫他不买 八千点就拼命买 到一万两千点还不知道要下车 啊 这个就是 所以啊 我刚刚这个又离题了 我们回来讲狂利产 好 我们现在假定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人 叫做一个摩甲 这个摩甲 他想来想去看那么久了 我已经五六十岁了 还没有房子 啊 他一天到晚念念念 摸摸摸摸摸摸摸一天到晚再搬家 他说一定要买房子 再怎么样现在要买房子 因为两孩子都长大了 暂时不要结婚不要娶媳妇 把赚的钱都拿来买房子 好现在错错了一千万好了 要买房子 隔壁有房子 所以一千五百万 要不要买啊 够大 要买 好现在要买 要衡量什么 要衡量什么 要不要买要衡量什么 各位想象一下 你如果不买的时候 你要付房租 一个要付三万房租好了 买了房子就不必付三万房子 所以这三万房子是纯粹你赚的 所以你买下来可能住三十年 三十年以后呢 就死掉了 就这样子 就三万房租 然后呢加上什么呢 这里还要加上一个 另外这是一项 对不对再加上 加上一项是说 好卖掉以后多少 你预期三十年后 卖掉以后是多少 我们预期三十年啦 你可以看过去 比如说你现在是 2012嘛 好三十年前是哪一年 1982吧 1982的房子 假定是当时是 一千万的话 1982是一千万的话 那2012大概多少 比如说三千万好了 好三倍 三千万 所以你说大概三倍 好我现在买一个 三十年后 大概是三倍 所以三千万 这样嘛 就是这样比照嘛 我们预期嘛 我们只是预期嘛 不一定正确嘛 你要做一个预期嘛 就expected value 就是expected value 就像说好 你要开工厂 你这个机器设备一千万买进来 十年后 这个机器大概就老旧了 那你这十年之间 你这个机器每年可以跟你生产多少 比如说一百万 净赚一百万的 就是你的儿就一百万 十年后 你因为折旧了以后呢 你还可以卖给什么下手 比如说有一个想要创业的年轻人 小母子 二十岁出头当命回来 没本质呢 要买这台机器 我就要一千万 一千五万两千万 我哪里 刚才摩托说有一台机器 说用十年了 要说买博庙吗 说买两百万 我买两百万 就去跟他们说 这两百万 我起来一拖这两百万 他说所有资产我都不贴啦 下过心 我一个朋友是这样子 他如果要说他如果要资产 我一百万要来创业 一百万拿来我所有资产都不贴 七个兄弟子都不贴婦 他妈妈跟我说 我七个媳妇 没人跟他住在一起啦 七个儿子啦 七个媳妇 没人跟他住在一起 那些人都在外面的训练 其中一个是 他如果要说一百万 我资产都不贴 那百万庄产母 他开什么 开一个工厂 去做什么 去做北梯啊 痛苦的时候 也不敢给你老婆说 我负责路率的痛苦的时候 不敢给你老婆拖钱 像我一百万拿来 我就都外国拿来拿 到要渡过南关的时候 一直做得很方便 一次在台中港路 台中港地区 买一个厂房 大概穿多平 都起好了 带他们老婆你看 如果买什么 狗孩子你如果这么大床 一定负责满满满的 叫老婆给你出钱 就面有蓝色 在那里走 你知道吗 不然他们说 要负责多少 他们说 我都没有负责 我也有纯粮金 蛤 一百万你竟然把这个天高 所以少年要有自己 一百万拿去 不要再拿本材权 所以他就是买旧的机器 就开始不完 不就开始做 例是这样 就是说 你产值 你工厂的那个机器有产值 预期说我一千万买进来 一年可以赚一百万 十年后呢 卖掉还有两百万价值 这就两百万就是产值 所以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做 你们看看 假定说我们刚刚说那工厂老板 他只有十年 这个价值 这个你投资的价值 就是限值 failure present value是多少 就是一百万 除以一加i的t t等于零到十 这样是十一年的 应该是一到十好了 一到十 加上什么样 卖掉 十年以后你就不要了 卖掉还有两百万 一加 这是十 这是十 这个t这个时候就从一算到十 每年有一百万一算到十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的 这个 现在买的一千万的价值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大于一千万 这个就值得投资了 这个工厂老板 能够这样计算出来结果 我们这样用假定式利率是5% 假定是5%可能就划不来 如果5%的话 那这个一定大概是 我再猜啦 这样计算出来的话 这样结果这个市值的计算成 大概是在两千万左右了 因为你一百万第一年就是一百万很差十 大概基金一百万 再大概八十万 如果说第一年是一百万 或者说我们把它打折好了 这九十万 再八十万 再七十万 再六十万 再五十万 再四十万 再三十万 再二十万 再十万 对不对 这里就已经一 这里就一百万了对不对 这里是一百万 一百一十万对不对 这一百五十万对不对 这就两百万不过耶 这样也太少了 还太少 我们可能要把这个提高 比如说好 亏捷钢铁有没有几千万嘛 碳两百万 这样就有了 这样大概就有 这样就可能有两千万的价值了 就是说你把未来的所得 未来所得把它变成限值 这贴现 这叫贴现 未来所得把它变成限值的话 叫贴现 贴现的结果 它有两千万的价值 比一千万大很多啊 所以这就值得投资 而且老板当然贪钱 老实说 开一个工程 这个基地一千万 一个厂房机器设备 都把它滑下去 还有一个人在那里面 一年他没有三百万 现在不能做了 是不是这样 通通要有三百万 就是 社长那个做梅子 家庭的梅子 这梅子的那些鸡 放到家庭 如果像这样一间 藏房这样两两 煮到这样 蜡蜡蜡 那一年 那一年 那一枚极极极极 差不多五十万 就买得到 还是一百万就买得到 一年要贪一百万 他是一个家庭 我就说 一个家庭一千万 好坑的心甘 才贪一千万一万 不计 那一百万是低估 两百万 最低的估计 所以你看看 这家庭也同样 一年 这不可以用三万算 一年十二五月 所以三十六万 用三十六万 用三十六万 就算 用年的年度资料来算 所以就三十六万 这样子 一年三十六万 到你要卖的时候 有三千万价值 我们这样预期 都没有改变 税制也没有改变 什么都没有改变 三千万价值 所以算起来 你这个时候花多少 你现在是 批不批是 一千万 你买一千万 等三十年后 这样的租金的价值 加上你产值三千万 把它划成限值的时候 一定要大于什么 大于等于我们现在一千万 你这个房子就买得下去了 这里面除了说 你免付租金以外呢 还有产值 会上涨 就是你的家 土地 那个房地产会上涨 另外 你觉得你有信心 你有家 你有家 你有信心 然后呢 没有人刚记得你 你两个学生都帅不来 没有家 你有家这么大间 没有人就来了 然后如果 如果这个对方的家长一看到 哇 家这么大间呢 一个家庭那么好 十年就记得了 你就有媳妇了 你就有孙子出来 你快乐 七十月吃到一百月 这都是附加价值 就滑下来嘛 滑下来 我意思是说 任了一个投资 就是政府的投资 跟我们民间投资是 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民间 花钱是非常怎么样 是精打细算 政府就不精打细算 为什么政府不会精打细算 因为制度上让他不精打细算 中华民国的体制 让他不会精打细算 贵的 因为他们要捞钱 要捞钱 好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地方 先讲这些 我们个人的理财 让你们感到说 哇 哪有这么猝蜜 警察哪有这么猝蜜 我是来恨不得赶快去念经济学 我在念经济学的时候 我在念台大的时候 一天到晚的画图 我们把他说 你警察哪有这样 一天到晚在画图的 那因为原理原则都在图画中 看起来是很简单 你说这个供给线 又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们看起来 这个供给线一条直线 但是实际上供给线是怎么样 我要写这样的话 他有个观念的 还有什么什么东西的 函数关系 这当然是现行函数 需求期限是一样 是个函数关系 这是负的关系 这是正的关系 相反相反 这是负的关系 这是正的关系 价格越高我就攻击越多 这个是价格越高我就 需求越少 这种简单的函数关系 就产生这个曲线的关系 我们念那个什么 函数关系就有这样的东西 画图只是表现一下 把数学简单表现在图形上 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如果有关系 你要分析下去又很复杂 里面有所得 里面有碎金 里面有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耳好了 我们讲这个耳 也不是那么单纯的耳 这个耳呢 要考虑什么 真正的耳 要考虑什么 这个地方也没有公共设施 有没有公园绿地学校 如果有的话 你是正的 如果有一个垃圾厂是负的 圆埋厂臭细细的 有人要来 你刚才在这里人家都不来 真的五十都不敢来 因为空气无然 然后再减上什么 你的租税负担 这样 这是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 这是正面的 这是负面的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代表纯粹地 纯粹的 叫Net 增加这个减少这个 就是Net Rent 净地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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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这个时候 就你要想 既然加上这个 你就会注意到什么 这个这些代表什么 这些代表你的辖区 这些代表你的区域 在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黑板不够大 不够我发挥 在一个空间里面 这是台湾 画的不够好看 不够好看 这个台湾画不够好看 这样子 然后 这是台北嘛 这是台中嘛 这是高雄嘛 这样子 每次房地产都是台北涨价先账 每次房地产都是台北先账 为什么 台北涨就是什么 中国涨 中国人有钱嘛 所以都在这个地方先去 起账 然后再扩散到别的地方去 台中高雄什么的 或者乡下地区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 除了我们说他是中国人以外 因为我们的税制 让台北地区的 地价税 特别低 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低 因为他有一个 累进起点地价 地价税是累进税的 有一个累进起点地价 台北市在几年前 我在去年 前年我 到前年我出一个考题 高考的考题 台北市同样是一块地 同样是五千坪的一块土地 或者五百坪一块土地 为什么在台北的这个税 比在台北 台北市的税 比在台北县的税来得低 没人回答 没人要回答 因为他的起点地价 台北市是三千万起点地价 这个累进起点地价是从三千万起算 台北县是五百万就要起算了 好 同样这个地基 一个是三千万起价 一个是五百万起价 现在呢 同样是都是 210坪的标准的一个市地 他是三千万的时候 他是三千万的时候 他是几倍的 已经涨几倍 涨六倍 这只是一倍 三千万除以三千万 这是三千万 这样子 这只涨一倍的话 他的基本地价税率是1% 他是已经涨六倍的 他的税率已经多少 已经是1.5 2.5倍 2.5% 他的地价税率已经是2.5了 是这边的2.5倍 台北市的地价税已经是台北市的2.5倍了 各位想象一下 台北市的房地产 为什么涨的这么凶 因为他地价税几乎等于零 我算过 那个在仁爱路那个什么 地宝 他第二岁税率是1.7万 一万块再Q7块而已 有公平吗 太不公平了 整个大台北市 整个台北市的税率是 台湾比台湾认的其他地区来的便宜 所以如果有这个理解的人 住在偏远地区的台东 澎湖 南部屏东 嘉义有钱人就会把他的地方卖掉 到台北市去买房地产 是这样的 各位我刚刚讲那一千两百万的房子 现在多少 有一个中队来说我利益就三千五百万 三千五百万 我那个当初两百万 我那一家乡买一家土地 到这边也要两百万 我还是没两百万 还是落到一百万 所以这个实在没有道理 为什么制度使然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制度 所以我一直主张打破什么 累进税的税制的迷思 打破账架归功的迷思 就是我们将来一定要做改革的地方 这是又去题外话 总之 我们这些基本的概念让大家了解 这个经济学很有趣 如果你好好的念 如果你有了解 你对个人理财有很大帮助 那另外呢 就是你将来如果在民政府做事的时候 你就会更得心应手 好我们现在讲政府预算 财政委设政之母 那预算编程 是财政实务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政府在施政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要做 多如牛毛 落筆架头也是你的事情 水稿不通也是你的事情 这么多工作 所以这里面需要很多钱来支应这些支出 但是税收是有限的 政府的收入是有限的 收入方面就是各种税 比如说中央中央税地方地方税都有税收 然后还有非税收入比如罚款 罚款比如说这个路边停车收费 或者公园的收费 我很主张公园都要好好管理 然后收清洁费 进到公园去要放十块 然后进到里面去这十块钱 就是这公园清洁的使用 就成一些这个工作人员来清洁这个公园 来整理花园公园之类的 就像以前荣幸花园 荣幸花园变成公家的花园就已经不堪离看 以前多漂亮很多人都愿意花钱进去 现在谁愿意花钱进去 没有人愿意花钱进去 所以要保持这个品质的 比较高的品质就要需要这样子 那所以呢很多东西很多地方都要花钱 而且我们的预算收入税收是有限的 税入那个税 有一种税跟那个税不一样 我说税入 一税两税的税就每年的收入 有个税 这就讲税收 对对对一个 一个捲舌一个不捲舌对对 所以讲税入就是全年的 全年的税入是有限的 你要用到很多地方去 这是无限的 什么样子才能够用有限的预算收入 来支应无穷的需求 这里面就需要预算编审 那预算编审就是说 一定要量入为出或者是量出为入 政府一般来说 在凯恩斯1936年他的一般理论出现之前 都是量入为出 就传统理论古典学派 都主张说政府税收多少就花多少 不要超过那个范围 因为超过那个范围 你超过你的 你的这个税入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举债 举债一多的话呢 你要还债 你要付利息 所以就造成财政困难 那个政权可能会崩溃 国王可能会被赶下来 所以有这种危险 所以就在量入为出 传统理论 但是开始以后呢 他说传统理论没有办法解决什么 没有办法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 经济之所以衰退 大恐慌之所以发生 不是因为你供给不够 而是你需求不足 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 什么叫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就是 你要有足够的购买力 去购买你所需要的东西 这个时候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百业萧条的时候 没有人要投资 当然有人想要消费 但是没有人要投资的时候呢 我很多工人就失业了 工厂动不起来 很多工人就失业 失业以后就没有所得 没有所得就没有钱去买东西 所以有效需求就不足 那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怎么办 要靠政府去发行公债 要变成量出为入 而不是量入为出 如果政府说我税收已经在减少 我在税收范围内开销 那就没有办法增加有效需求 因为有效需求是 整社会人民的消费 再来就是私人部门的投资 再来就是政府的消费 再来就是你的国际贸易部门 你的出口跟进口相减的那一部分 这有效需求 还有没有看到的就是政府的资本门的投资 政府对港部设施 对教育 環保 或者国防科技的这个投资的支出 这叫政府的资本支出 要算在里面 那卡因斯就说 好景气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失业了 怎么办 他要增加有效需求 怎么增加 叫很多工人在公路上排一排 排长排 挖一个洞 再把他填满 挖一个洞 再把他填满 挖一个洞 挖一个洞填满给他一百块 挖两个洞填满给他两百块 这样也可以创造有效需求 他这个就是 古典学派或者是比较保守的学者说 这是野福禅的经济理论 中华民国流亡难民的蒋塑捷院士 就从1943年就写文章批评 凯因斯理论是野福禅的经济理论 它是有效吗 有效耶 真的是有效 大家都失业了 没有收入就没有支出 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 结果既然没有消费 那我工厂生产干嘛 我生产这个没有人买存货一大堆 都卖不掉了在生产干嘛 当然不做啦 不做我的工人就把他lay off 就把他请他回家啦 那工厂失业人就越来越增加 这经济就越来越萧条 好现在这些失业人政府请他去挖洞 一个洞给他一百块 两个洞给他两百块 一天挖十个洞给他一千 他就有钱了 他有钱就来买东西买这个东西 这个都卖光了 就请工人来生产 或者请工人来生产这个东西 所以渐渐的就开始工厂就动起来 失业工人就减少了 减少失业 然后经济就慢慢的恢复景气 所以为什么 这是财政政策 当然也有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就是说 为了要鼓励私人部门的投资增加 所以他就把货币公积额PIM增加 美国政府在2008年以后 寄出两个宽松货币政策 QE1 6000亿的货币公积额增加 强力货币灌注到市场上去 QE2再灌注到 再灌注一兆7500亿 这是最大的一个力量 9月10月会不会寄出第三次呢 如果寄出第三次的时候 我们房地产还会再乘一阵子 如果过两年 没有寄出货币宽松政策的时候 然后景气如果开始恢复的时候 付出的时候 各国都要紧缩 为什么 因为过去这些年 已经放出很多强力货币了 各国都有货币充斥市场的现象 所以撑住了什么 撑住了内需 撑住了什么 房地产 如果过一两年 或者明年或者后年 好像看看 这个通貌膨胀压力还是很大 但是呢 已经可以脱离这个景气的底骨 谷底的时候 那中央园可能会调高利率喔 一调就每次都一码 每次都一码 每次都一码 五个月六个月以后呢 利率就会 挑到五 五% 六% 房地产就会怎么样 大跌 当大跌的时候现在一千六百万 空乎 到时候 房地产就变成房地产 所以各位这个时候进场要小心 要摸着石头过河 讲了两句话讲到个人的理财去了 再回过头来讲 好 那这个支出呢 要怎么处理 收入有限 过去传统 中华民国在早期的时候 是递加原则 在支出面的话 比如说每个单位 每个单位 一年增加10% 一年增加10% 比如说第一年 一千万的这个预算 第二年就变一千一百万 再来就变一千三百 一千两百一十万 这样子 在第三年就一千三百二十一万 这样一直变 每年再增加 这地加原则的 这是最没有效率的 还有战争的时候呢 就拼命的发钱货币 拼命的这个花钱 比如说到台湾来的时候 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故事 本来 本来刚刚到台湾来 我们是日币有220万 整个台湾的经济体系有260万 所以他发行旧台币是260万就够了 为什么会通货膨胀 因为他除了印260万 跟你民间换日元260万以外 他自己在家里印钞票 中华民国流亡难民 流亡政府到这个地方 那时候还没流亡 就占领当局 陈宇他占领当局的官员 买印钞机在家里印旧台币 然后到市场上去收购什么 收购资源收购米粮米糖 走私卖到上海去 那口袋都马克马克 结果台湾就通货膨胀 比价一年涨400倍 从1945年的10月25 到1946年的10月25 就占400倍 到了1949年的6月15 占7万倍 一刀比占7万倍的价格 你说每人哪买删 那就是偷印钞票啊 每一个长官都在家里 买印钞机来印钞票印旧台币 到处去买东西啊 本来说260万就可以换 我们台湾人260万日币 他现在印了不只260万 可能印了1300万啦 那会不会通货膨胀 所以后来到1949年的6月15 他通货膨胀这么厉害 只好什么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来一个4万换一块 但台湾人四万去换一块 很不大 这是尤其体外话 好 地价原则是不对的 等到他流氧难民到台湾来以后呢 美国说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不行 你要有一个字 所以来先实施一个叫绩效制度 绩效制度就是说 你要考核你每个支出的绩效 没有绩效要减少支出 这绩效制度做一阵子 到了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开始采用PPPS 就是计划预算制度 计划预算制度就比较精致 那是1940年代 美国的工业部门 私人部门发展出来的 国防部因为要委托 这个国防用品的生产单位 去做制造国防武器 所以他就去学习这些单位 企业的预算制度就是计划预算 计划预算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买一个机器进来1000万 我用10年就包废掉了 那我可以赚多少钱进来 一定要超过1000万 就利用这个东西来计算它的成本效益 我们知道这里面这个成本就是 1000万就是成本了 我们假定说1000万就是你的cost 1000万 这就是你的benefit 你在过程里面 就是你的产生的效益 这是你的成本 所以我们B除以C 这个地方是2 就大于1 就大于1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大于1的计划是可行的 越大越好 就是这里面是越大越好 那美国国防部先采用PPPS以后 后来就推广到政府各部门 就用PPPS 卡特1980年代的时候 他就又 又开始有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zero base 就是零基预算 零基预算就是说年度结束之前 就开始评估 评估说各单位 在预算支出的时候 他的效率如何 效益好不好 如果有必要性 当然要继续编 依照PPPS来编预算 如果没有效益 这个单位就裁测 裁测了 中华民国提示裁测以后呢 比如说省政府精神以后呢 那些人又什么塞到哪里去 塞到中央塞到地方到处塞 到处塞 在美国不是这样 这个单位裁测 省政府裁测 所有的人都领什么 失业津贴 要找到自己去找 政府不会负责任的 那公务员都是什么 铁饭丸 金饭丸 那个消防局那个也是金饭丸 所以都不下来啊 我有一阵子早年1981 我1981年 在省政府担任顾问的时候 三点半以后 办公室大概是不见人了 诶我说 诶 我说诶 朝鲜不知了就有那么多人 中华也看到很多人在那里 睡午觉呢 那两点 起来看一些人在那里 不可以 再来三点半都走 都没看到人走到哪里 去八山 公园都跑去后面爬山 虎山啊 虎山 中心之中 后面不是虎山 有没有人住在中心之中 过 三点半都走去八山 八到几点 下五点半 下班了 好三点 好三点 对 好三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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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死啊 五十五月退休 只十八八年了 九十五月一百五月了 这财政变哪里不得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PPPS PPPS精神啊 就是在成本效益分析 就是我们这些公司 成本效益分析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预算制度是有 有地延性 从 累加 累加的方式 一直到绩效 一直到PPPS 到接到被死这样子 不管它是绩效呢 或者是PPPS呢 或接到被死 最后根据 就是成本效益分析 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变成非常重要 成本效益分析 我们是提出简单的原理原则 真正复杂的 要去计算的 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 成本的估计就很难 我们刚讲说 买一个机器一千万 这当然很简单啊 这当然很简单啊 但它的厂房呢 厂房你要算在内的话呢 又不一样了 这个厂房有个土地在这个地方 你盖房子 盖房子盖上去 就是此类的 盖上去 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营运 对不对 盖一个厂房机器 厂房在这边 那你要评估这个厂房的价值 比如说这厂房可能旧的 你一开始想说 我也不用自己去建 我自己租就好啊 那还好 租的话租金就是你的成本 但如果你买的话呢 你就要评估啦 你要买多少 用多少钱去买 当然对方又开个价格 你如果买500就是500 限制是500 所以你总共投出是1500万 投1500万的计算的时候 你那个效益更新就是 2000万除以1500万的 就是不是二 诸如此类 所以很多成本要算在内 那如果你能够买到材料 厂房机器设备 可以买到材料 是国内买的 那还简单 如果要进口的呢 你要去计算外汇的成本 外汇的成本 又不是说 现在是29块8毛好了 你又不能用29块8毛算 你要算外汇的影子价格 才是你真正的社会成本 特别政府支出的时候 你私人的话当然没问题 我是用29块8毛 用2980万去买100万美元的成本 买100万美元的材料 或者买100万美元的机器进来 那很简单 这私人很简单 但就政府部门在做投资的时候 比如说 设一个DAM 一个大坝 比如说石墓水库 这石墓水库所需要用的材料 所需要用的东西 是从国外进口的东西 要花1亿美元 这1亿美元不能用 不能用29块8毛来计算 要去计算这1亿美元的什么 它的影子价格 就一套公式来计算它的影子价格 算起来的话 可能不是29块8毛 每一个美元 每一块美元 可能是30块1毛 可能是30块5毛 那这个你的成本就增加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是社会成本在里面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估计成本的时候 我们说 比如说政府投资一个发电厂 这个发电厂 在这个海域旁边 我们不要讲它是一个核子发展 我们就是讲火力发电厂 这个火力发电厂 会产生什么 废气跟废水 废气跟废水的时候 你要去估计 这个废气对这个社会影响 Social cost的多少 废水对社会影响 Social cost的20多少 社会成本多少 要算在里面 不是说我这样做下去 投资下去 然后就计算我所有的这个 厂房机器设备的这个成本而已 而是它产生的社会成本要算在里面 这社会成本可能要从你的效益里面 把它扣除掉 所以就变成很复杂 你的效益是产生的电 这个电的价格 当然就是你的效益 当然你产生电的同时 你要产生一些社会成本 就要从这里面扣除 就要去估计这个社会成本 所以这个估计的过程 就变成很复杂 所以变成很专门的事情 要专家来帮忙 各位当然是懂一个基本原则就好 等到将来 如果我们真的有政权 各位如果担任政务官 就要靠什么 靠学术界来帮忙 这些估算 很多都要靠学术界帮忙 但是呢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当学者 在提出这个报告的时候 在讨论这些问题 社会成本怎么估计 合理不合理 我们要有能够一个知识 来判断它合理不合理 他说效益很高 多高 好 效益有直接效益有间接效益 好 直接效益很容易计算 你卖的店价 卖了多少 一年卖多少 直接效益看得出来 另外的其他效益 你说我还有 我还有什么发展什么观光 比如说我有一种在做 有一种 一化石油器 用一化石油器来发电 成本又低 然后呢效益又高 我想产生的污染比较少 一化石油器的那个电厂 周边在海边的话 它的环境很 很优雅 又可以产生什么观光的效益 好啊你观光效益 你可以做一个评估 这个评估合理不合理 我们作为一个政府的政府官 就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这个 评估的这个标准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基本原则里面 我想我们休息一个五分钟 然后呢我们再讲 再往下讲 然后讲 讲完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来这个Q&A 那我可以讲一些食物上的东西 给大家来参考 那我们就休息一分钟 我来喊口令 好了起立 建理 好